他回答說 還有個小的 現在放陽 薩姆爾對爺西說 你打罰人去叫他來 他若不來 我會必不助席 爺西就打罰人去叫了他來 他臉色光紅 雙目青壽 容貌盡美 要說 這是他 你起來高他 薩姆爾就用國女的高游在他諸興中高了他 從哪日起 爺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 薩姆爾起身陪拉馬去了 這個經文希望大家記得 我們再讀第七節 耶和華卻對薩姆爾說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簡選他 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內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因為我們 最後我們再讀一下 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內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人是看內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記得這個部分 人是看內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人是看外貌 看外表 看他有多少錢 很多人在心裏面說 我將來娶個太太 很多人都會想這是事實 第一是樣子漂亮 第二是很侮辱很多人 身材 第一是樣子 第二是身材 不是想到他的質素 多數男性都會看到 那些女性的樣子很漂亮 或者身材很好的 那些男性每個都會追 因為他們看外貌 不是看人的內貌質素 我們就說 神幫助我們不是看外面 我們不是看外面的東西 我們追求的不是外面的東西 而追求是 心裏面好像大為 大為就是有神的心 當他看羊的時候 所以他會寫 從神到親密 所以他會寫詩篇二十三篇 他講到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已不知缺乏 他跟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跟神有很親密的關係 因為他很歡喜神 他在野地裡的時候 詩篇一百三十九篇 他看到神所做的賣物 在哪裡 他說神都是跟我一起的 不能夠逃避神的面 還有你所定義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天 已經寫在我的賊上 大為寫詩篇二十二篇 講到耶穌釘十字架 他在這個詩篇寫的時候 他一定進入一個很特別的狀態 就是他進入一個 跟神很密切的關係 進入一個異象 直接感受到自己被釘十字架 因為耶穌是他的後裔 耶穌是大為的子孫 他就看到耶穌被釘十字架 他就說 他們紮了我的手 我的腳 刺住我的手 刺住我的腳 他經歷到耶穌釘十字架 以及被人藐視 表示他 如果你是神 你救自己 但是他就是 大為和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和神是很親戚的 那麼我們就學神 學這個大為 就是神啊你幫我們 好像大為一樣 看重我們的內心 你現在的內心是怎樣 你問問自己 我的心 放神是放在第幾位呢 你的心放世界第幾位呢 你放錢有多高呢 可能你說錢是最現實的 錢是眼前的 錢是一切 我家人最重要的是錢 船家人都是看重錢的 周圍的人都說 錢是最重要的 有錢有萬能的 就是他們說 但是其實不是的 很多人有錢 那是很痛苦 當經濟來的時候 有多少人有錢 很有錢 很有錢 但是他們都得不到 就是 忽然間 那間公司全部倒閉了 忽然間 破產 就是有多少有錢的人 也是有自殺的 就是他忽然間沒有錢 所以我們如果心在淺 我們會很失望的 好了 我現在看看我們的一張紙 看看圖先 那個圖是什麼 這個就是 薩摩爾的高大衛 但你看到他哥哥的反應是怎樣 是藐視的 是藐視的 不看起來的 這個也是他們沒有處理內心 當神要高立大衛的時候 他們應該覺得是很榮幸的 應該就是以神的心為念 但是他們不是這樣 所以當後來大衛去到 打哥利亞的時候 這個是後來的事 大衛後來去到哥利亞 去到那裡他們打仗 哥利亞的馬陣 是一個巨人 他馬陣 他說你哪個以色列人來 跟我打 我打贏的 你們就做我的奴隸 如果你打贏我做你的奴隸 沒有一個人敢出去 每個人都在那裡害怕 大衛就去到 他又不怕 他說這個是誰 為何居然敢罵 這個軍隊 那些人 跟他哥哥說 你為何不看羊 你為何這麼正常看電影 為何走來哪些地方 他哥哥完全看不起他 他小顆 那個巨人 是沒有一個人想到他能夠 靠著神打贏過來 但他就是這個勇敢 他就是在人不能的 他就是用石仔 他用石仔 一拼一拼一拼 一拼一拼 他很有勇敢 他很不怕 很穩定 因為他也說到 當我看羊的時候 有些獅子 有些紅 我都跟他打架 大衛是一個非常勇敢的戰士 雖然他是矮小的 神就賜給他這種勇氣 但他的歌都看不起他 這個看不起人 都是心裡要處理的 我們要留意 我們經常有什麼心裡要處理的事情 真的很多 我們要處理的事情 我們一起讀 《內心影響一心的路》 法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節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你的心呢 如果你是裝著善 都是愛神的 你的行為自然就流露出外 神就為你開路 在我們這次的短宣 我真的看到神很奇妙 現在已經安排了幾個教會 是會接受我們的 我相信神會做更大的事 因為當我們走神的路的時候 神就看到的 神也令到那些人看到的 我們都看到有一個牧師 他是有這個心 他經歷聖靈 他經歷聖靈之後 他就在他的教會 他的教會不接受 其實是神令到他要經歷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他說因為他家裡有人病 總是醫治都醫不到 結果他要找別人祈禱 祈禱是醫治好 所以他就對聖靈開放 他自己就聖靈開放 但在教會裡面是不接受 結果這個牧師是離開他的教會 自己開一個新的教會 是一個困難的情況 但當我聽到他的經歷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 跟我以前都是這樣的 是離開了我以前的教會 他是有這個心的 神就看重他的心 神就用他 神也都放我們去那裡 去祝福他們 我希望大家為這件事祈禱 就是讓我們去到 是堅固他 和其他教會 他們都能夠站穩 能夠去祝福別人 能夠有這個能力 靠著神 當你走神的路 神就知道 祂看到你的心 祂就會祝福你所有的路 跟著第三 首先耶穌幫我們 耶穌經歷過我們心裡的傷痛 就是祂不需要經歷傷痛 但是祂為我們經歷傷痛 叫我們能夠得到醫治 馬太方26章38節 這裡是耶穌的 面對他們說 我心裡受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 為什麼耶穌會憂傷到死呢 因為祂也是人 祂是神 祂是人 在當時祂就經歷到 祂要承擔罪的懲罰 要面對神的憤怒 神的奏作 當祂面對的時候 祂的心裡是懼怕的 是有人的懼怕 幾乎要死的 但是神就派天使和祂一起去服侍祝福祂 當祂的討告完了之後 祂面對審判 祂完全不聽 神與祂同在 祂是滿有神的能力 但是祂是為我們被人鞭打 為我們經歷憂傷 祂知道我們心裡經歷的憂傷 能夠幫助我們扶持起 我們經歷過任何心裡的困難 叫我們每一個人 不是在心裡的困索 我發覺很多心裡的困索 我會發覺很多心裡的困索 我自己也發覺很多心裡的困索 但是我很留意我自己的心裡的困索 第四就是講到內心 我們要得勝的 針言十六章三十二節 不輕易煩怒的 勝過勇士 自伏己心的 強如取勝